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7月24号星期五 昨天我们报了 美方就是说要抓捕4个 就是说跟解放军有关系的 在美国的留学的 或者是学者什么的 实际上昨天是抓了3个 有一个跑到旧金山领事馆去了 今天的最新消息 美国官员公布 24号今天宣布 说躲在旧金山中领馆的 中国军方的研究人员 唐娟已经离开的旧金山领馆 然后被捕了 然后今天将在加州东区的法院出庭 美国官员并未透露 唐娟被捕的细节 也不知道 他是否是自行离开领馆 还是被人轰出来的 不知道 具体人也不知道 是自首了 还是就抽牙之后被抓了 具体被捕的细节 不知道 但是就出来了 网上现在已经有 唐娟身穿的军装的照片 说在隶属第4军医大学 我看了一下这照片 看起来还是真的挺 撒上英姿的 我觉得女生穿过军装 看着挺什么的 还不错 大家感兴趣 可以自己去搜一下 咱们解放军战士 我觉得对于他个人来讲 这都不能算是什么实质 作为一个解放军的 一个军医 美国从医疗技术方面来讲 不管是药物 手术 理论研究 器材 都比我们要先进很多 过来学一些东西 然后之后为中国军方 我觉得受伤的一些士兵 进行治疗 从国家本身来讲 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 但是为什么旧金山领馆 最后没有庇护他 按理说应该旧金山领馆 应该就把他保护起来 保护起来之后 最后想办法 军方就把他 军国就把他带走 对吧 以前陈光诚跑到领馆 后来不也是被美方 就接到美国来了吗 就带走了 对吧 当前王立军还跑过领事馆 对吧 这种事经常出现 按理说 唐娟进的中领馆的话 应该把他保护走 为什么把他扔出去了 不管他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个情况 我现在想一想 我觉得唐娟很可能 也不是公派的 他可能真的就是说 自己联系的 想私人的出来进修 我觉得他所属的医院 可能也算是就是说支持 有的时候 单位你出来进修 反正单位是支持 但是并不是 我想也许可能 不是国家在背后 直升他的 但是如果他进了中领馆 中领馆还保护他了 就好像变成了 就好像中国政府 在背后支持他 是中国政府的派来 是的 对吧 就说不清楚了 还有一点 中美现在外交 已经升级到一定的程度了 对吧 美方关了一个 祝休斯顿的领馆 中国把成都领馆关了 如果再这么搞下去 最后逼到的 美国要把军心山 中领馆也关了的话 闹得就不好看了 那么等于算是 把他牺牲了 就放弃了 牺牲自己 保卫全党 中国不老是这样 每一个人都可以牺牲 为了中国共产党 这个跟美方的观点不一样 美国人就认为 国家应该牺牲 来保护每一个个人 每一个个人都不应该 做出任何的牺牲 和受到任何的伤害 这个理念就不同了 对吧 不管怎么着 就把这唐渊就扔出来了 我相信肯定是 中领馆跟他做了工作 表达了一下 中国这方面的态度 这个事 旧金山的中领馆 肯定做不了主 这肯定是报到北京了 这一定是北京 就是说决定了 让他走 不能够 旧金山中领馆 不能保护他 但是如果旧金山中领馆 愿意保护他的话 他就是不出去 美方也没辙 对吧 这个看来就是说 北京的意思就是说 您滚蛋 我们帮不了您 虽然你拿中国护照 但是千万不要被骗上当 因为我之前我就说过 你知道吗 中国最大的骗子 就是那谁 就是战狼2的 那哥们叫什么来着 我也想不起来了 他不说说什么 中国护照 可能不能带你到世界上任何地方 但是能够从任何世界任何地方 把你带回家 对吧 这是最大的骗子 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说 一定以后就把这战狼2就要进了 知道吗 这种战狼2 我觉得像这种 这种电影 给全国人民 传递了一种 这种资产阶级的腐朽的思想 你知道吗 完全全的把这帮人都惯坏了 知道吗 不要问你能 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 你要问你能为国家 纵守什么样的牺牲来 知道吗 虽然你是中国护照 但是为了党 为了国家 你应该牺牲掉 就烂在当地就好了 不要给国家添麻烦添堵 懂不懂 所以唐娟就等着上法庭 等着上法庭 看到时候就判 看怎么判 判几年 是吧 为党做的牺牲了 不错 一个算是劣势 还不错 还没死呢 还没死 好吧 今天听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